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谢谢吴教授 那也谢谢各位现场的同学 还有现在在线上收视的同学们 还有可能现在还有一些先进 那确实这个能源跟国防把它摆在一起 确实能感觉到奇怪 那国防就打仗嘛 那干嘛要讲绿能呢 或者讲再生能源呢 那事实上这个议题 我觉得在台湾很少人关注 但是在一些先进国家 确实在这方面的推动 是非常有成效的 所以我等一下呢 要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我们先了解一下说 为什么要绿能要再跟国防扯上关系 所以到底这个绿能的发展的必要性是什么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存在 那第二个呢 那第二个呢是先进国家一些军事能源发展的策略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 他们是不是有先立的法 定的政策 然后才务实的去一步一步去推动 那再来是一些先进国家在绿能在军事上的应用 到底有包含哪几个部分 哪几个部分是可以用上 而且是在国防或者是军事能够用得上的 那还有我们现在国军绿能一个发展的现况 那在国军绿能的这个发展呢 在参与上 我想一定是跟我们最有关的一定中科院 那他们在这一块呢做得非常多 那再来呢 我看接下来就是我本人 就是原来只接触绿能 后来还觉得我们应该在军事单位工作 当一个教育者应该在这个地方要能够去挹注 不管是未来这个这些装备的研发 或者是能源的教育 我觉得应该是要扮演一个角色 那再来呢就是 也就是我们节能人才培育计划 那刚刚吴教尔讲 我们彭高品的推动中心呢 我们第二个时间基地 第一个是在高科大 以太阳能为主 那第二个呢就是 这个国防绿能的实践基地 在我们陆军关系校 那我也顺便借这个机会 跟各位同学还有先进们 跟大家报告 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那当然这一切只是开始 在我们台湾 那也希望说 各位同学会有各位学者先进呢 愿意跟我们一起来投入 来投入这样的一个国防绿能产业的发展 那第一个我们谈这个国防绿能发展的必要性 那这个地方呢 我要先先界定一下 我们讲能源安全 通常我们在讲能源安全的时候 讲的都是民生的能源安全 都跟我们经济有关 或者是跟我们社会的福祉有关 那现在因为要这个维护环境 所以也定了相关的这些法规 包含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经度议定书等等的 这些法规我们要去follow 要去符合这样的一个要求 可是在国防上 国防的能源安全 其实我们重视的 那国防重视的是 我们能源能不能很安全稳定的提供 我们的军队的武力 能够作战 能够确保这件事情 那跟一般民生的这个能源安全 是有些不一样的 那大家也了解 我们台湾的这个环境里面 百分之九十几的能源就依赖要进口 我们自己能够产出的非常有限 那我们现在国防到底是什么一个状态呢 就藉由这一次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我们现在目前国防的一些重要的设施 电力来源 包含我们的所有营区 所有各个军事基地 还有武器的载台 都全部靠台电来供电 全部靠台电来供电 但是呢 当我们在战备训练 不在驻地的时候 驻地我们讲的就是营区 那如果在战备的时候 我们的所有部队呢 会进入到战术位置 也就是在 不会在营区里面 在不同的 这个台海的这个防卫作战的 的位置里面 我们叫做战术位置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部分目前在演训作战的时候 还是靠这个台电的电力 但是如果台电电力中断了 也不是没有过 我们台湾现在也发生了 但是去年这个金门也发生 这个不正常的 无预警的就跳电 那我们整个战备要不要执行 必须要执行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在国防上 要的一个重点 那怎么跟需要绿能 来依诸进来呢 这个等一下 我就是要跟大家报告的 但是我们在战备的时候 我们现在 如果电断了 我们维持战备 我们现在只有靠一招 就是靠柴油发电机 全部都靠柴油发电机 那柴油发电机后面就是要 运补大量的油料 当然我们在台湾防卫作战 那很容易 对不对 那个运补 我们可以在 在我们的重要的这个 指挥所 战备的重要的 这些指管系统的 旁边呢 可以建大型的这个发电机 也可以建大型的油库 去除油 可是呢 万一 像台海危机的时候 我们的所有 这些运 运游的这些运输的这些船 都没办法 运输进来的时候 那我们的 我们的除油又能够撑 撑多少天 那这个就非常重要 所以等一下谈了 会谈到一个关键的议题就是 我们军事的能源要自主 那军事的能源要自主 当然 这个不能只有依靠 这个柴油发电机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能够自主发电 那当然 就这个就是绿电 这个绿电 所以 能源自主 然后还要能够稳定 这个是我们国防 要的用电安全 的能源安全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那刚刚我们讲说 要运补油料 我们这边举个例子 这个运补油料 因为这个运补线非常长 那部队只要没有办法 这个有油料足够提供 就没有办法 仗就打不下去 现在靠的武器各个载台 要发电 然后所有 所有武器呢 都是靠 靠汽油当 或者油料当动力 所以没有油是不可能 我举北约好了 他们在打阿富汗 这个战争的时候 他们 有十万大军 大概 他超增十万有十一万多 那住在阿富汗 那油料怎么供给 一样啊 他先把油运到 这个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靠海 然后呢 由巴基斯坦 这个往内陆运 靠这个油车来运 那因为这个油车运呢 就 就是很明显的目标 在这些沙漠地区 一个运输的油料的 的补给车队 那就很明显了 那我就是打 打这个车队就对了 你就让你的油料运不到 你的部队就都动不了 甚至于你的指管系统 因为煤电没有油 也无法运作 再厉害都没有用 那 这个 因为这个爆炸事件呢 死了二十几个 这个士兵 他们就发觉 哇 这样的运补呢 是 是会有带来很大的危机 在部队的能源安全 或作战 能够持续是有很大的危机 所以呢 那这个时候因为被攻击 所以巴基斯坦也把 他的补给线呢 把他关起来 把他边界关起来 他们油料也运不到阿富汗 那怎么办 这个北约的军队呢 就从 拉脱维亚 然后 经过俄罗斯 经过哈萨克 然后 在到了哈萨克的边界之后 再把油料 又 由公路运输 再 再运进来 那上面那一段呢 五千多公里 全部都靠 火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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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给 现在这么长 那这个 这个呢 就就非常 可怕的 恶梦 所以我们 常常在 在军事上 有一句话就是 打仗就是在打补给 你的补给不好 根本仗都不用打 光有士兵 用多国战的 现在是不可能 现在是不可能 好 所以呢 第一个 这个我们部队 最重要的 动力的 能源 那就 就是靠油料 最多了 那又 因为这运补 那被当成 攻击的目标 那怎么避免 这个当然是 很重要 最好能够就地 就能够发电 那我们一定会想到 那就是 就是太阳能 那再来呢 是现在的极端气候 非常 很多 常常 气候 异常 那 气候异常呢 轻着呢 就让我们民生的用电 用电量增加 那你就增加了 整个 整个 系统 的一个 负载 那就造成 我们整个 输配电的 这个系统的不稳 供电的不稳 那 严重的话 那就是设备受到破坏 你可能是洪水 你可能是 发生火灾 你可能是 飓风 或者是 在 在 高纬度的地方 那就是 冰天雪地 零下 几十度 那这个 都会造成 一些气候 让我们这些电力能中断 那除了经济损失以外 其余我们 国防最在乎的就是 那我们的能源 能不能把他继续提供 有一个稳定的能源供给 那像这个加州2017 2018的时候 发生一堆野火 死了几十个人 可是呢 最后又造 又这个 PGM1呢 他又一些决策上又错误 所以就倒了 就倒了 那在 2016 9月 这个澳洲也一样 有强风跟暴雨 我们台湾也发生 好几次的 这个 这个台风 造来的一些天然灾害 也都是如此 所以因为这些天然灾害 我们原来国军只有备战 现在多了一个任务 叫救灾 所以在 你看到 在有一个台风 稍微来的时候 我就 现在都发觉 这些消防队的呢 就声音量变得非常小 全部都是国军 要先 先能够去撤 撤离我们这些危险地区的 这些民众 好 那再来 另外一方面就是 可能有些恐怖攻击 或者网路攻击 也会造成 我们输电的一个中断 那像2013 这个 我们在矽谷那边呢 有17个变电站 被人家恶意用 用枪去射击 把这17个变电器都坏了 那就造成大停电了 矽谷整个大停电 那2015呢 华盛顿地区 很多这个包含白宫国务院 国卫山庄 全部都停电 也怀疑 可能是恐怖攻击 当然后来证实不是了 那像这个2015 乌克兰 他真的就电力的网路 造到骇客的攻击 那有数十万户大停电 所以未来这种骇客的攻击 或者是这个恐怖分子的攻击 比如说911 也会造成停电 那电力一停摆 那像我们台湾 我们国军担负着 这个所有备战的任务以外 还担任救灾的任务 如果都没电 那我们光一个通信 都没办法沟通 再怎么谈指挥作战 怎么谈救灾 就都没有办法 好 再来呢 就是一些 不晓得什么缘故 就是意外的就大停电了 包含我们2017 这个8月15号的 这个有人去误触的 天然气的供应的这些的装置 那就停电了 全岛就跳电了 那2019 你看金门 他也无预警的停电 2012呢 印度三个电厂 同时估障 那个 他的电网就崩溃了 六点多亿人 就都没有电可以用 那在2003 也是无预警的这个大跳电 他保护性的这个 的做关闭 所以就造成这个非常用 无预警的 所以这些呢 都对我们 国防的安全呢 会造成非常大的威胁 因此呢 我们就希望 借由绿能 那刚刚讲的 要能够达到 我们国防的能源自主 所以 竟然 台电 市电 是没有办法依靠了 有这么多因素 会造成 无意 这个没有预警的 跳脱 没有预警的电 不能用 那我们也不能全部都靠 这个柴油发电机 柴油发电机 事实上 我们在 野战在应用上 也非常的不符合 作战的要求 比如说 我在野外 在野战 在战备的时候 或者是 你在作战的时候 你有一个 柴油发电机 那边发电 柴油发电机 第一个 我们内燃机引擎 就是炒嘛 第二个 会造成空气的污染 光这两点 而且会产生热 光这三点呢 你就 马上被 这个你的敌军呢 会发现 你的位置 就没有达到逆中的效果 那这样 谈何来的 的作战 你连你的 你的位置 都已经被 被 被侦测了 没有办法达到逆中的效果 所以呢 这个 老实说 应该把 降低 这个 我们 柴油发电机的 使用量 跟频率 尽量由 多的能源 来提供 又也是再生能源 或所谓的 绿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些先进国家 这个军事能源的一些 发展的这个策略 那 这个美国呢 因为 因为他们 这个国力很大 那 他们不只是 在 在 他们国内 他们的军事武力 甚至于呢 在全世界 他们要当老大哥 要维护世界的和平 那 所以 在各个部队 洒在 这个 全球 洒在全球 那 他们就是 明定了法律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事情呢 是最 最 最有保障的 最有可能 然后 把这个政策 继续推动 不会因为 执政不一样 不会因为 你的主事者不一样 你就改变了想法 那 他们就 就定了 2025年 美军 全军的再生能源比例呢 不低于25% 那他们定了之后 任何一个人来执政 任何 长官再换几个国防部长 一样 照样要 执行这个 这个 这个 法律所规定的 这个 的政策目标 那 再来呢 他们政策上 怎么做 他们分为 他们一般在 战备的时候 在战略上所需要的能源 在操作的这些能源 他们有三个 这个政策 第一个 是增加 部队的作战能力 这部队作战能力 还要再持续提升 第二个呢 降低运输 跟执行任务的风险 包含刚刚我们讲的 这些油料的运输 这个都是要降低 这个 风险的 那第三个呢 要提高 这个部队 任务的执行 效率 其实跟 这个刚刚的 油料的运步有关 你的补职线长 你的部队 在执行你的任务的时候 就没有效率 那在 如果在 在基地 它在装置上面的 这个 这个能量呢 那包含 一些 一些装备 跟设施 那我们要 希望它 它定了 希望能够降低 能源的需求 然后你能够扩展 那个能源的供应 就是说 不能把燃料 石油 化石燃料 当成一个 唯一的供应 它必须要 多能源 所以呢 他们在 各个不同的基地里面 他们有太阳能 有地热 有生殖能 有水力 就在多个能源 多个面向 来获得能源 那也希望在能源上 增加一些弹性 包含这个 有违景的电网 那在平时呢 跟室电是并联的 可是当室电 跳脱的时候 他们的微电网 可以维持自主 那配合在 微电网这些 智慧的管理 能源的管理 那可以更有效地 应用着这个 所有的能源 那北约 他们怎么做呢 北约倒是没有 去定一个 很明确的 这个法律的 目标 但是呢 他们成立了 他们在立陶宛 成立一个 北约的 能源安全 卓越中心 他们这个 中心的任务呢 就是第一个 要战略分析 做战略分析 给人做 而且呢 制定一些原则 标准跟程序 就是说跟这些 能源安全有关的 这些议题呢 都由这个 研究中心呢 来负责 研究 负责研究 那也负责 教育 还有一些 提出一些 解决的方案 希望 也都希望能够 在这些军队呢 都能够减少 化石燃料的消耗 甚至于 我们刚刚讲 那我们只管作战嘛 但事实上 因为在社会的这个 氛围跟压力之下 我们 因为 军队也是 整个国家的一环 所以 他也必须要顾及 整个 对环境的冲击 所以呢 现在 以往我们只管作战 指挥 那只管这个 作战 能不能够确保 任务的达成 那 对环境的污染 什么都不管 但是现在显然 没有办法 独产 其实我就 就这样做 其他事情我不管 是没有办法的 现在都必须要考虑 那环境的问题 那韩国呢 他们在107年 也找了 这个 不同的部门 还有韩国的电力公司呢 那他们去签了一个MOU 要扩大再生产业的合作 他们预计 2030年 一样要 把所有再生的比例 提升到25% 比美军呢 晚了五年 好 那 这个 韩国都做到这边了 那 老实说 我们目前 我们国防部 这个部分呢 还没有定一个 明确的 一个目标 好 那这个 我跟中科院的几个 这个 长官呢 跟同仁呢 我们在 我们都很希望 我们再花一些能力 花一些时间来努力 希望也能够 这个 慢慢的让 我们的国防部呢 能够在这一点 定出一个 很明确的目标 好 不再只是现在 像现在 有 我们现在营区 已经有建制了一些 再生能源 尤其是以太能为主 可是呢 我们大部分 都是把营区的屋顶 租给民间业者 然后去赚 我们政府的钱 因为 顿够电价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并没有 强调 我们 没有去重视 我们所谓的能源自主 这件事情 好 所以 所以这个 老实说 我们在这个部分 因为我已经退伍了 所以我讲 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不然 如果 我如果是 现役上校的话 可能 这个 明天长官来找我 但是我是 被役上校的话 其实就没有关系 就可以 讲实在话 好 那我们来看一些 他们怎么应用 我大概举一些例子 那第一个呢 他们 要建构的是 维电网 建构维电网 那维电网呢 它 大概有三个好处 第一个呢 它可以 这个做成本的 这个节省 所以他们在各个军事基地 目前已经装了 17个军事基地 都装了 这个 都已经 做了 维电网 它目标就是希望 每一年 都能够 不是只有装置 它用电上 还可以节省 他们的支出 这个 这个是 好处嘛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数据 提供给我们的国防部 告诉他们 这样 这样是有 有好处的 不要 不要 我们的资源这么少 永远都等着 要 要柴油发电机 然后我们有无限的油料 那在第二个呢 是 它允许 这个 我们这维电网呢 它可以有 多能源 多能源 能够进来 包含太阳能 包含 这个 包含风力 包含地勒 包含 包含除能系统 包含除能系统 那第三个呢 就是要加强能源的安全 也就是说 这个我们在某些电中断下 要能够有一个主动的孤岛 我们可以能源自主 那在指挥作战 作战中心呢 至少要维持电力不能中断 那这个或许 在 就会有主药跟吃药 那如果吃药 一些生活的设施 那我们可以暂时没有电面 但是 所有战备的 直管系统呢 是全部都 都必须有的 那这个维电网的这个架构呢 基本上 右手边这一块 就是 我们的营区 那包含所有的这个设施 所有的碉堡 那 所有的这个指挥 这个 指管中心 这个作战的中心 这些都能够要 要能够维持 能够稳定的供电 当然平时 会有我们 市电 来做 做并联 那 营区里面 你看这边就有包含 地热 包含风力发电 包含太阳能 那以这三个为主 那当然 刚刚我也讲了 有部分 在条件幅的状态之下 它也用 在微电网之后 也把 这个 生殖能 把它摆进来 另外 这个原来的 这些 柴油发电机 要不要 还是要 我们只是 把它降低 把它使用的 频率 把它用的油料 降到最低 由 这个 再生能源 由我们绿能来 来补充 有点来补充 那 你看 比如说像 我们看第一个 这个照片 它是在密西比州 它一个海军的 这个 的营区 它有 两万九千面的 这个太能板 那 它也同样 给这个整个营区 来供电 那第二个呢 是 他们 国民警 警卫队 那他们是用风力发电 也架设了风力发电 那另外 在一些 一些岛屿上面 那也 除了太阳能以外 也架设 储能的系统 所以 这个事实上 储能系统 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 接着要再 开发的 我们再接着要 也是在 国防绿能上面 储能也是一个很重要 那 上印度 当然我刚刚 觉得这个 美国的不止 它总共有15个 这个营区呢 的基地 那营区跟我们 台湾的这个营区 不能比啦 他们都是 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 这个基地 那战地非常大 那 在印度呢 这个 它也导入了 对于 这些高海拔的地区 的一些军事基地 一些通讯啊 甚至烹饪 监视设备 雷达 它也 利用 这个再生能源 来导入 那 韩国 刚刚已经 谈过了 它包含建构 太阳能 甚至地勒发电 韩国的地勒发电 也做得还不错 那 这个 都是 各个国家 他们在 在做的 那 这个 这个就是一些 像美国 这个陆军的 一个 野战的一个 微电网 或者迷你电网 那 刚刚讲的是 第一个部分 就是说我们在 国防 绿能 我们检讨起来 我们在去年的 11月 我们 也结合的 中科院 在 陆军官校 去 这个 做一个 绿能在军事的 应用研讨会 那去检讨 所有陆海公三军 我们当时呢 把各个军种的管后勤的跟管作战的单位都找来 来讨论说我们国军到底有哪几样哪几个面向是要发展绿能 要希望能够能源能够自主 所以我们检讨出来 这个三个方向呢 基本上跟 美军现在的发展 是 是差不多的 那 第二个呢 是 移动型的发展 是移动型的发展跟 跟除能 除电的这个系统 好 也就是说 像 这个 这个车 这个拖车上面的 好 这个就是太阳能板 好 那当然要结合 除能 好 那我们现在怎么做呢 我们现在 如果是 影以下的单位 每个单位 如果在作战的时候 我们一样 有个拖车 我们的战术轮车后面有个拖车 拖什么 拖 5000瓦 的 才有发电机 好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在一个空旷的地方 在一个野外的地方 然后晚上 有一台发电机 声音轰隆轰隆叫 然后一直排放黑烟 那这个怎么会符合作战的需求呢 好 也没达到立宗的效果 所以呢 如果 这个 我们的战术轮车 后面拖的 就是像这样的 一个移动式的 发电 跟除电的系统的话 好 那这个移动式呢 包含大跟小 好 大跟小 其实 就要移动 因为高度机动 因为我们现在的 就是第一个战备 第二个是救灾 救灾一样 马上 如果是有灾害发生的时候 马上这些移动的设备 马上转换成救灾的 这个电力供应设备 那再来呢 就是像这个都是移动 移动型的 那这个呢 是货柜型的 那当然有些高山地区 有些是现在慢慢的 有一些 比较可以可饶的 这些太能板 那也都可以 带着 马上在有阳光的时候 马上其实可以发电 那像这个我们用的 这个货柜 这等一下我们后面 有头一面跟大家讲 这其实对我们整个作战 跟救灾的任务上 也都很有帮助 那这个 刚刚我讲到 这个刚刚北约 还有美军在艾沃帆 作战的时候 后来因为油料补给的问题 他们就导入这些移动型的 这个太阳能的发电设备 到当地 那他们整个能源的需求 就降低了百分之六十 就降低了百分之六十 所以是非常有效的 那你看油料 这个比如说北约 他每天要 十万大军要 一万八千加仑 一万八千万加仑的油料 那如果说有这么样的一个 能源发现 而且在这个地方 阳光非常充足 那对我们军事能源 就有很大的帮助 好像对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他们一些用 用一些这个载 用个载台 然后直接可以把它架起来 也可以跳成角度 那也可以随着 像拖车的形式 随着这个战术的移动 他可以快速地做转移 那这个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2001年在阿富汗 他们号称他们是第一个 用再生能源 来供电的军事单位 也确实如此 也达到效果 那再来就是一些 一些帐篷 比如说我们在 我们在野战的时候 可能他搭的这个帐篷 这个是一个指挥所的一个 一个形式的一个帐篷 那每个帐篷呢 因为现在都是可劳式的太阳能板 而且轻量化 他也可以很容易收折 就可以带着走 所以应该每个士兵身上 都可以带一片 都可以带一片 这个是后面我们要强调 所以这个 这个是可稀式的 就是移动式的 那再来就是 我们的这个士兵 那我们士兵本身 比如说我们有 伪装 那个头盔上面有 有伪装帽 头盔上面这个 我们的伪装帽呢 我们也可以用 可劳性的太阳能板 让他在上面也可以发电 那他的战术背心 一样可以 可以挂上太阳能板去发电 而且那个可劳式的呢 他在士兵在运动的时候 也非常的轻便 不会造成运动上的困难 再来 他的背心呢 部分他 去设计 便于他移动 一些储存的 行动 电源的设备 就是 这些相关的设备 发了电之后 甚至他的背包 发了电 那就把电呢 储存在 结合他的 战术背心 战术背心 那另外呢 像这个 外骨骼 这个 辅具 所以 现在 中科院也 依注了非常多 在做外骨骼 机器人 那 现在只是第一步开始做 那未来呢 这个外骨骼 这个机器人 这些结构呢 就把它变成一个发电的机构 因为外骨骼 它这个还是要用到电 那如果说 变成一个发电的机构的话 那对于能源的供应都有帮助 想办法 把士兵上面 能够去发电的位置呢 尽量都把它摆上去 那另外 我们除了这个发电以外 有一些能源的供给 我们是可以靠 这个发电系统 或者是 微电网 再生能源的这个微电网 还有我们的作战平台 如果是一个微电网的话 包含这些作战平台 也都可以适时的去供电 我也尝试的这个 问了这个 我们的特战部队 我说 那你们都去救灾 我们看在电视上 看他们去救灾嘛 飞机失事啦 或者是哪边有 有出现什么 这个这个 危害 灾害的时候 那你就看 这个很多特战部队呢 就升到深山里面 要去去救援 那我就问他们说 那你们的 你们的电力从哪边来 因为他们还是要 拿通讯装备跟 跟这个地面做 做够联嘛 结果他们的 他说电力啊 我们自己去外面买 那个行动 行动电源 跟你们用的行动电源是一样的 那这表示 这个太对不起 我们的国军官兵嘛 这个能源 不然就怎么样 我们现在很多通信设备是电池 电池很重啊 如果当过兵的 可能吴老师也当过兵的嘛 那个拐拐 哇那个拐拐好重啊 我背一次我就想把它丢了 因为太重了 我走了 背了走了一天 我真的真的想把它丢了 因为最重的就是 里面下面那个电池 你不只能只有背一颗电池 你可能要 如果你坐这样出去 像特战部一去可能出去一个礼拜 那你要背一个礼拜的电池 你受得了吗 那人员 要承受这么大的负荷 要负这么大的重量 他的行动就困难 他的军事行动就会辞职 就会受到任务 要执行任务就会受到影响 好 那这个也都是举了一些美军 这个他们海军陆战队的一些 相关的装备 像这个左下方这个 这个就是他们能够带着走的 这个太阳能板 那这个就是 这是我们讲的 他能够被 这个拖车 由战术轮车能够牵引 那他在一些各种的发电系统 他必须要有一个 一个管理的 一个设备 然后去当input跟output 好 那我们再看 刚刚我界定那个比较大型的 必须用战术轮车的 拖着走的 那一个呢 我们就要把它叫做 移动式的发电 绿能的一个发电 或者除能设备 那再来呢 就是士兵的这种轻型的 在头盔上的 或者是直接铺在地面上 然后马上他的一些指挥的设备 或者他的通信设备 马上就可以有电可以用 不用再带那么重的 这个这些电力 那再来呢 是可稀式的燃料电池 那我现在图面上 这个可稀式燃料电池呢 这一家公司是叫 Smartfuel Sale 是德国的一家公司 那现在他们 已经把这个设备 它是一个甲醇的燃料电池 它已经提供给 这个北约的部队来使用 所以我今年年初 去了德国 那我就跟他们联系说 那我可不可以买两颗回来试试看 就他们不理我 不卖我 那因为他们已经提供给 这个北约的部队在使用了 变成他们的军事的装备 那这个 我跟他表明一下 如果我是陆军官大学部主任 我要把这个拿回去呢 看看未来可不可以用在我们部队上面 事实上我是想拿回来研究 看看到底它里面有效能 有多好做一些测试 搞不好我们也做相应的研发 那不过我们现在也找到了 这个台南大学的郭正坤 郭教授 他们现在也在做这个可稀释的这个燃料电池 给当兵来使用的 我们这一次 我们在校庆要展 那个陆军官要展示给 给长官看的时候 那他们那一套会展示 不过我们这个是 是德国的 所以他 他这个重量呢 只有一点多公斤 那他如果说我们要带三天到一个礼拜的 的这个电池的话 那他的重量只有 他当然要带甲醇 那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 重量只有三分之一 那这样就减轻了很多士兵的负担 好那我接下来呢 我们跟中科院的做了一些努力 我也跟大家做一点报告 那第一个呢 是中科院呢 在日光小邻村 八八峰在的时候 日光小邻村呢 去帮帮他们 因为他们这个 把他安置在这个 山林这个地方 把小邻村安置在这个地方 那那时候中科院呢 结合民间的几个业者 就去帮他们做绿电 好等于说 他每一个房子呢 都架设太能板 每个他 每个房子的 你看这边 每一个后面都一个白白的 这个呢 是他家户的 他的 他的蓄电池 好等于说 他发电呢 先除电 先除电 他白天发电 先除电 白天用台电的电 因为跟试电并完 那晚上的电就全部 由 这个他们家后面的 这个除电设备呢 来来供应 好来供应 那白天这个发的电呢 如果这个每个 每个家户呢 他的电呢 的电池呢 已经充满了 那他就会把电 全部收集到社区的 这个储能货柜来 好 那这个储能货柜包含 所有电力的调度跟控制 可以做远端的控制 那这样的一个 一个形式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 研讨 等于说我们在做 营区的微电网的时候 就用这样的一个架构 好 那这个来 变成我们营区的 这个微电网 好 那这个中科院已经既有 这样的一个技术 好 那接下来 要做转移 变得就比较容易 好 接下来我们努力的 可能是怎么 最后能够国防部定政策 然后 把所有我们研发的设备 纳到 这个 我们的装备的 的清单里面 好 那这样 接下来 才有 继续推动的可能 好 那这个呢 是 除能货柜 好 这也是中科院发展的 好 那能够快速的这个移动 好 包含我们一些演讯 包含救灾 好 它是可以可吊挂式的 直接上 拖车 就拖走了 好 那直接放下来 那平时在营区里面 它可以靠我们营区的 各种再生人员的设备 对它做充电 只要多余的电就充电 好 那有紧急 用电的 营区有紧急用电的时候 它就可以变成营区的紧急用电 如果营区外面 比如说我们有战术演讯的时候 那一样 就拉到这个战术的野战的战术位置 或者是救灾的场域 那再来呢 是这个是我们 这是陆关自己研发的 我们这个带着学生 那我们在去年在校庆的时候 那我就跟我们部长 还有几位长官 特别做简报 那事实上也跟小英总统 也做了简报 那也因此 在九月份汉光演习的检讨会的时候 那我们部长就指示 有这么多的一些 已经研发好的装备 那国军呢 慢慢检讨 要来使用 就开创了一个 我们国防绿能的 看得到的一个愿景 因为长官已经指示了 那我们这个装备呢 这个移动式的发电 跟除能设备呢 我们那边的除能 现在只是一个小的 十千瓦的一个示范 我们用的概念是 那个里面一半是 五千瓦是 是一个大的除能 电都出到这边来 可是另外呢 五千瓦 我们就变成potable的 就跟勾勾楼一样 概念从勾勾楼来 我们士兵把这个带走了 当没有电的时候 那这个呢 在引指挥手 引指挥手就变成电力的 什么交换中心 它没有电的 行动电源 就拿回来一插上去 去充电 有电了 它就把它走 也就拿走 所以我们是希望建立 像这样的一个概念 像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呢 是移动式的 这个二十五千瓦 这完全都是除能 完全是除能 那现在我们用的是比较重 它是用锂铁电池 用锂铁电池 那未来我们如果要把它再轻量化的话 会把它改成现在的锂电池 用锂离子电池来改善它的这个除能 跟它的寿命 那这个呢 是我们把太阳能板 可劳式的这个太阳能板 然后呢 把搬用的这个行动电源 中间这是搬用行动电源 左边这个是个人锡锦的这个行动电源 那把它整合在一起 然后当然那个是化机 我们就可以对它充电 当然不止化机 包含所有的单兵会用得到的 包含夜市系统 它需要用电的 有些枪呢 在瞄准锯 现在也都需要用电子瞄准 有光学的瞄准 也都用到电 这个太多 现在太多的包含 我们的这个作战 图像 类似像PDA 这个呢 都可以 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设备的开发 那当然我们后面要努力的是 怎么符合军规 你要防水防震 防各种这个耐后性的测试等等的 这个 那就可以来给部队来使用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些 这个把它变成像狗狗拉 水死可插拔的 是一个单兵跟物比较适合的 一个 那这样的一个 颁兵的这种342千瓦的 342瓦的呢 如果我们刚刚那一个单兵的 那个无线电机 我们这个算过大概可以称 如果是待机的状态可以称15天 待机 那如果在 这些间断性的这个通话大概只有9天 大概9天 那这样就足够应付它在比如说特战部队的作战 的通讯来使用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板椅上的 这强固型的 好那这个 接下来呢 我们有一些 还有一些可劳式的 未来也可以再 再进一步的来 来发展 跟应用 怎么去跟我们现有国军的 这个装备结合 那现在我们国军装备是都 没有去整合 我们这些发电的这个系统 那这个都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 我们也期待 有更多的学者陷阱呢 跟我们一起 为国防的绿能呢 尽心力 好那最后一个部分呢 是要介绍一下 我们目前 国军官兵的能源教育 我们怎么做 那是结合我们 教育部的 捷径能源人才培育计划 那我们的 整个大的这个愿景呢 是希望能够 发展国防绿能科技 而且奠基 国防的能源自主 所以刚刚我一开 钟明一就跟大家讲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 能源自主 能源自主 所以呢我们 除了这个 要开发一些 绿能科技在军事上的应用以外 我们也希望有一些产学的链接 结合很多民间 他们既有的技术 来做整合 那我们在计划里面要求 我们必须要对大学教育 在能源上面 能够去扎根 有包含 模组的课程导入在 我们的专业课程里面 也有通试课程 也有专业技术训练课程 那另外呢 我们希望更希望 因为是这个是 已经是变成我们 捷径能源应用耐材 北域计划的重点 我们要担负去对我们 所有国军官兵的一个能源教育 那在应用上 刚刚就是我讲的 我们讨论起来 最重要就是三大块 现在美军也是这样做 一个是营区的微电 第二个呢 就是移动型的发电跟除能设备 第三个是portable的 小型单兵的 就能够带着走的 这些发电跟除能设备 那基本上都是要使用绿能 那像这种portable 我们建造起来 就刚刚也讲了 一个是可劳式的太阳能板 如果一般我们这个封装的 太阳能板就太重 那可劳式随时我们折叠 甚至于直接就塞到背心里面 直接就放在背包里面 他就可以带着走了 那在行军的过程当中 他马上太阳来了 他马上给他披在 他的战术背心后面 或者背包后面 他就可以发电 那这个所以呢 我们检终起来就是重点 就是这三个三个部分 那我们在教学上 刚刚讲的这些课程以外 我们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去坐国军 绿能巡回列车 去做宣导 我们从北中南东 外岛对国军做能源教育 那事实上我们陆军官校 但占的地利之变 为什么占地利之变呢 因为每一年 比如说像现在 马上六月底呢 所有军事院校 包含军官士官 有四千多个学生呢 全部集中到陆军官校来受训 受八周的我们称为陆武训练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能源课程 直接导入 那第二个呢 是他们毕业的时候 他们所有军事院校 又回到陆军官要来 一起毕业 办一个联合毕业典礼 那他们也有两周的时间 在那边上各种的课程 未来毕业的时候 军官要需要的一些课程 那我们把能源课程也导入 那这样又有 这个那边只有军官 大概有两千五百位 两千五百位 那在我们南部地区的 所有军事训练艺 就各位同学 以后毕业之后 会有四个月的这个军事训练 只要南部的 那大部分都会到陆军官校来 四个月就一梯 四个月就一梯 每一梯两千人 四个月就一梯 那这个 这样呢 也会有大概六千人 所以我们每一年 大概可以在国防绿能被我们能够触及 被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一些课程的讲授 那并且能够来参观这个实验基地 大概会有将近一万二到一万五千人 这样一个规模 那所以这个我们捷径能源 能彩培计计划的总主持人 林大会教授呢 他就说你们不需要 因为你们营区要开放 要登记啊 要换阵啊 太麻烦了 也不用对待一般民众了 就直接对国军官兵做能源教育 那就是我们最大贡献 比如说那个四个月的 这个国防训练役的 四个月之后他就回到民间 四个月就回到民间 那这个训练的能量 对教育的能量是最大的 我相信大概是所有全国的 这个计划里面 所有七个推动中心 十四个时间基地 大概以后在训量上面 在效能上面 我相信这个是国防律营 这个时间基地应该是 是最多人次的 那再来后面我们当然也有 配合推动中心 还有这个整个总计划办公室 我们有各种的 的课程跟包含科教的 包含志工培训 那违运的部分呢 我们也不能收钱 也不能对厂商 有任何的这个 有跟他有资金的益助 所以我们完全会用 利用国防部的经费 来推展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这个也欢迎各位同学 这个年底我们就要开张了 那也欢迎这个同学们 也能够到我们陆军官校来参观 我们的位置呢 是我们这个陆军官校 这边有一个黄埔湖 一个很漂亮的湖 那我们就在湖的旁边 有一个叫绝民楼 我们在绝民楼这个地方 刚好前年呢 我们花了将近三千万 去把一个很老的 这一栋两层楼的建筑呢 有六百多平的楼底板面积 把它整修完 那我们去年把它争取下来 这个就变成我们绿能的实践基地 那一楼我们做这个中小型的 这个绿能的展示以外 那二楼的这边有两到三间教室 可以做教学跟实作的教室 那屋顶会有一个 三十千瓦的太阳能发电 那左侧这个地方 还有前面的地方呢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绿能怎么结合 比如说我们的指挥手 怎么比如说这个移动式的 这些储存设备 那就可以在户外展示 包含我们实体的指挥手的打射 怎么把把绿电能够直接 发完电直接导进来 那这个整体的的概構想图呢 就这样这边都是一些 比较中大型的 发电跟储电系统 还有引子回锁 那楼上那个电源呢 我们现在规划主要是太阳能板 跟这个黄埔里面的 这个水载式的太阳能发电系统 还有一个风光互补的一个路灯 大概的来源是这样 只做一个示范 那这个是上边在教学一些 教室的一些规划 那再来我们讲的这个维电网呢 我们的概念就是刚刚也提过了 就是不同的能源 我们现在当然只有太阳能跟风力发电机 发了电之后 我们希望这个电呢 是到移动式的除冷的货柜 那移动式的货柜货柜 如果有试电 目前这整个系统是跟台电并网 平涨直接提供给银色的 这个所有用电的负载 那如果台电断电了 那马上电源直接切换 给我们重要的指管设施 有没有重要的这个 作战指挥的作战中心 或者指挥所来用电 如果是营区是这样 那如果是在救灾 或者战备演训的时候 那这样的一个除冷货柜呢 就直接由拖车 直接就拉到我们需要的战术位置 还有这个救灾的场域 好 那这个未来呢 我们在要展示呢 包含这个有这个义影车 不管是除冷的 会有太阳能跟除冷 还有这个野战的一些 集水或者是过滤 过滤设备 有一次在高山野外 那它水呢 是干净度会有问题 所以会确保官面的健康 也可以利用太阳能这样的设备呢 来来做集水 做滤水 那有智慧除能 还有绿电的野弹指挥所 还有一些行动太阳能板 放在这个我们的车辆上面 一到定位之后 马上就可以很快速的完成架设 那这些都是一些西型的 比较偏中小型的 有太阳浓巴电 有这个燃料电池的这个系统 那整体来说 我这个还是要强调一下 我们国防绿能 是跟一般民生的绿能 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的目的跟这个一般民生 我们不是为了经济的发展 我们不是为了民众的福祉 我们要的就是要能够 达成我们的这个战备任务 所以这个军事跟民生的 这个能源的安全 用电的安全的思维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最重要的我们的重点 就是要能够能源自主 而且是要能源 要能够多能源的系统呢 能够整合到我们整个系统来 所以整个概念上面 就会区分成三块 第一个就是微电网 营区的微电网 第二个呢就是中小型的 中大型的 这个移动式的 这些发电跟出能设备 那第三块呢就是单兵 带着走的 随身的这种发电跟出能设备 包含太阳能 包含燃料电池 那以上是我跟大家的报告 那接下来是有Q&A时间 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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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